一大早起来就看到网上景田张继科领证的消息了 说他们即将在景田生日当天公布结婚证 并在年底结婚 消息一出 吃瓜群众纷纷出动 在当事人的微博下表示祝福 毕竟这是娱乐圈与体育圈的一大盛事 标志着文体一家亲样 有媒体采访到了景田方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果断否定了说 假的 景田拍戏没有时间 这个理由听起来倒是蛮奇特的货 网友就说了 你直接说没有这回事而就完了呗 拍戏没有时间是啥意思 去民政局登个季也不需要很久当 科科对这件事还没有什么反应 估计是正在韩国打公开赛 想来也没有时间顾及 所以 吃瓜群众的梦又一次破碎了 听 那是粉丝在哭的声音 其实这已经不是柯田CP第一次被传谣言了 自从两人在一起后 有网友总结到景田已经被怀孕四五次 被结婚四五次了 如此频繁的次数 说明大家真的很着急养 体育圈王子与娱乐圈公主的童话听起来就很美好 好吗 虽然现在的柯田恋情受到了来自网友四面八方的祝福 可是想当初两人的恋情一出可是造成了无数的轰动啊 一个是拿过无数冠军的乒乓小哥哥 一个是娱乐圈十大未解之谜的女主角 两人的画风完全不同 怎么看都不像有交集的样子 可是他们就这样猝不及防的在一起了 有网友发到了两人在一起的蛛丝马迹 真的是舔死我了 2017年10月16日 两人微博互关 2017年10月29日 张继科微博发图 文案写道 信任与珍惜并存 眼间的网友发现图片电视里放的是景田出演的大唐荣耀 体育冠军也看偶像剧吗 不 他看的不是剧 是爱 爱你 就追你的美部剧 你以为他们就这样甜吗 不 是更甜 两人的发唐速度突破你的想象 2017年12月23日 张继科在录制综艺的时候在雪地上画了K&T K代表科 T又是谁呢 张继科在节目里称T是他喜欢的人 广大网友纷纷猜测 这个捕获了柯柯的女孩子是谁呢 结果人家是暗戳戳的向景田表白呢 T不就是甜吗 这种糖可以磕一万年 好吗 喜欢柯柯的朋友都知道 他可是一个被体育事业耽误的诗人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微博里写诗 2018年2月4日 灵魂诗人张继科又在微博上发表了他的大作 就是在这首诗里 网友又发现了苗头 第三句中的景 第四句中的甜 连起来不就是景田吗 连到个白都这么文艺 乒乓小王子真的是没谁了 就在全世界都知道他们谈恋爱了 但是当事人就是装傻的情况下 今年3.28两人公胎了 没公胎一直持续撒狗粮 公胎的时候吃瓜群众把狗粮吃了个够 张继科选在3.28公胎是爱 是因为这一天是8年前 他首次获得亚洲杯男单冠军的日子 而选择在7.21分公胎是因为景田的生日是7.21 这个狗粮真是撒得没水了 没想过单身狗的感受吗 虽然这次的事件只是乌龙 但是柯田这么配 真的没想过早点结婚吗